大家好,这里是淡定说句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个非常励志的创业故事 大秦帝国之裂变 故事框架皆有史料可靠,胜过一切虚构 2700年前,华夏民族由谦谦君子风的春秋时代 进入了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知识 攻略征伐失衡遍野的战国时代隆重登场 失为西北边陲小国的秦国饱受着六国摧残踏法 已在灭国边缘 秦宪公身死战场,年纪轻轻的公子瞿良在危难时刻即位 史称秦孝公 他身藏屈辱,在六国夹公下苟延残喘 发誓变法崛起 秦孝公广招天下贤士,忠得大财未央 君臣互信,铁腕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 在经济上,废景田,开迁末得到了很大发展 在政治上,瓦解了宗法制度 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在军事上,奖励军功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段故事 公元前362年 秦魏两军对了河西少梁 熬战数日,死伤无数,胜负未分 对于即将爆发的新一轮大战 秦魏内部争议频频 秦国国落民穷连年征战 粮草物资匮乏 众公子营屈良认为 九战则有亡国之忧 主张立即退兵 功夫,如此大下去,有亡国之威啊 哼,胡言乱语,退却一步 军心涣散,那秦国才真就完蛋了 秦宪公和长公子营前坚持此战 把众公子从后军大将建为骑兵营长 此战不胜 不要回来见我 魏国中数子魏秧,看透秦国现状 如若再战,秦国更有胜算 战 则难分胜负 或者说秦军胜算更大 如若秋守春战,则未必胜 屁花 而魏王派遣公子昂来到镇前 与魏军统帅魏向公书挫共同指挥 这显然是魏王对目前战况不满 希望马上看到大胜秦军 公书挫虽然认同魏央 但如若不战,就是窃战 魏王不会等 一日血战 秦国众公子营屈梁 率领秦军冷静出击 升秦了魏向公书挫 而公子昂毫不在乎继续攻占 使用狼毒箭射伤了秦军 而这一箭足以牵动一个国家的命运 本集完,欢迎大家订阅评论